曾經有人說廣東人做雞有很多方法 也是的 今集我們做了一個炸子雞 方法跟本身的做法有少許出入 今次會是一個Fusion法國藝的版本 當大家見到這隻雞的外貌 相信有些人會猜到這隻雞的出處在哪 首先講一講今集不是挑任何人機 是自己在家玩 沒什麼做 玩一下 複製一下 試問自己又有什麼能力去挑人機呢 是不是 記得尊重廚師在背後付出的時間和心機 OK 第一件事 先介紹一下Brine 這是一個中式的做法 但是我們的Brine會有一個西式的方法去做 假如大家煮習慣西餐的話 Brining 這個方式在很多食譜上都會用到 尤其是是肉類 今集這個Brine 鹽水比例記得是3% 這裡有大約是120克的鹽 會對上大約是4L的水 這個Brine 除了是處理食物的肉質 味道之外 我們還要是比味 即是說除了鹽之外 今次我們會有其他的醃料 至於詳細部份 當然是看片尾 好了 這道薑大約是80克 剛剛好 然後下一步還可以 我們還要切薑 薑的皮可以保留 洗乾淨它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切一點坑 讓它轉頭爆的時候容易出味 今次這個做法 其實小弟已經是第三次了 失敗一兩次 今次叫做好一點 不可以說是完美 叫做是見得客人 好了 加點油下去之後 就等它熱 這個時候喝汽水 好了 油熱之後 就可以放些薑片下去爆一爆 不要心急 這個時候我們要收回做個細火 慢慢將薑的香味煎出來 如果太大火 你會煎焦它們 那就不行了 千萬不要焦 我們看到底部開始有一點點 金黃色的東西 形成在鍋上 繼續爆 我們爆香多一點點 這個時候可以加進其他的香料 包括這個花椒和發角 這一步要用一點點心機 慢慢把它炒香 假如大家想加其他的香料 隨便 無所謂 這個是一個參考 我們爆到差不多之後 就可以將我們剛才50毫升的小酒加進去 小心點 酒精會揮發 不過應該就消你不著的 我們量量攪拌 令到貼在底部的東西 就釋放出來 即是外國的Deglaze 好了 維持著小火 總之我們是要將底部釋放一些精華出來就可以 下一步呢 緊下下鹽 下鹽的時候可以加上糖 一次過將所有的東西就炒在一起 混合 沒有冰糖可以用回砂糖就可以 煮起之後關火 我們慢慢將我們那個混合物攪在一起 即是要攪拌所有的鹽和糖在裏面 拌勻之後就可以加凍水 你趕時間加冰也可以 總之你的目標要是3%的鹽水 好 這個時候拿雞出來 今集簡單點 用一些便宜的方法在家玩 三王雞 本身可以用這個乳鴿 鴨鴨 或者是法國雞都可以 無所謂 小弟之前是用鴨鴨玩的 那個效果都不錯 雞的賣相會比較好 還有就可以做到 放在一個鍋裏面 突然割出來的效果 跟平時洗雞一樣 用一些水沖一下表面 把肥膏、內臟都拿出來 有鹽就散在表面 替它抹擦 記得雞的外面 內面即是雞腔都一樣要散 至於鹽的選擇 建議用粗鹽去散 幼鹽不是不行 只不過它比較難搓 因為它很快會溶 粗鹽 頸 咕嚕底 雞翼 雞腳 什麼都散一下 很不小心 那個雞背原來爛了 雞不是我買的 老婆買的 那次沒有空 叫它幫我買 都不要緊 雞背而已 小事小事 我們繼續處理一下 留意一下 假如大家用鴨鴨 千萬不要像雞一樣散它 鴨鴨皮太薄 還有它的肉比較軟 你這樣搓它 雞給你散 或者是鴨鴨給你散 至於乳鴨鴨鴨鴨如何選擇 就真的沒什麼所謂 做法都是差不多 這個做法可以改成慢煮也可以 為什麼要用鴨鴨呢 因為鴨鴨 我所指的是法國進口的冰鮮鴨鴨 你是可以做Medium Rare 只不過你做成什麼 你自己決定 溫度問題 雞當然建議是75度以上 好 我們完成之後就可以瀝一瀝水 然後將雞放入我們的Brime裡面 糟糕 這隻雞太大 這個鹽水容量或者煲的容量 就真是估計錯誤 沒辦法 就算現在放得下 轉頭清入去雪櫃都寫硬 唉 算了 倒回到大鍋那裏 大鍋還是寫一點 幸好保持一點點的鹽水 幸好 幸好 沒事沒事 好了 我們的雞浸下去之後 它怎麼都會浮的 你一切用東西摘著它 如果不是 就一天之後就過來拎拎它 你沒聽錯 是一天 這隻雞我們是要浸兩天的 假如大家用乳鴿、鵪鶉 浸一天都沒問題 好了 包好入雪櫃 我們浸它兩天 我們第二天的時候就可以準備皮水 首先用麥芽糖 我們用蒸爐就蒸完它 然後全部倒進去 大約是200g 200ml左右就可以了 詳細份量記得留意片味的部分 好了 然後加入白醋、紅醋 然後紹酒、水去開稀 小弟蠢了 其實應該用暖水 不過不要緊 我們還是要放到鍋上去上皮 所以我們就把整份東西搬到鍋上 好了 中小火燒熱的鍋 然後將皮水倒下去 慢慢攪拌 令到所有的糖、水、醋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同一個物體 即是一體化了它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將皮水放涼 過夜或者稍後浸 小弟當天要去吃飯 所以就有去攤 晚上才回來攪拌 為什麽這樣說呢 是因為小弟出去吃飯的時候 肯定回來就會醉一百成 避免有什麽意外發生 都是早點準備定麻煩東西 避免計錯數、撞錯東西 到時沒有麻牙糖就站在這裏了 不是專業 小弟沒有受過訓練的 小弟是自己業餘玩 家裏煮飯而已 那怎麽綁雞 綁得不好 大家真是不要笑 不要笑 沒有東西好笑的 你笑一個給自己弱的人 是沒有什麽意義的 知不知 好了 我們綁好之後呢 我的目的是要頭要弄起 貼著頸 腳我要它轉頭煮完之後要直 或者是秤得起 這個是我要的東西 雞腿部份就真的要慣一下自己了 自己不小心弄穿了小小 好 下一步換一換位 免得擋著鏡頭 首先預備兩道東西 第一個就是預熱的皮水 貓在後面玩繩子 唉 不要理它 我們把雞放在暖水裏面 燙一燙它 你不用擔心雞肉會熟 放心 絕對不會 雞肉是冷的 我們燙的時候 你會見到雞皮開始會脹 變黃 太遠了 沒辦法了 當天我的IG story 就已經放了這段東西上去 大家有看到就看了 看不到就算了 不要緊的 效果就會好像現在這樣 OK 脹起了 變黃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放進皮水裏面 第二個問題又出現了 就是小弟把雞的大小低估了 原來是沒有辦法 去用一個正常的方式去上皮 唯有趁著腳去淋皮水 至於皮水的溫度 暖就OK 假如你可以把雞平放去淋 就更加好 快很多 還有平均一點 即是之前玩開一些小鳥 例如是鵪鶉 沒有遇過這個問題 雞比較大就出現了這個失誤 不好意思 我們上皮上去幾分鐘就OK 你可以明顯看到那個皮 有層東西是塗在上面的 對不起 拔掉了一條毛 拔掉了 好 我們這一步記得 我們是上完皮之後就浪乾去 假如大家打算用慢煮的方法 步驟就可以改一改了 我們是brine完之後 燙完熱水浸回冰 然後就拿去慢煮 慢煮的時候就不用浸這什麼東西了 大家玩過慢煮都會猜到那個步驟是怎樣做的 慢煮完之後才上皮 OK 那你上皮的時候就可以掛起它 假如大家真的掛不起 就可以放在焗爐架上面 讓它自己乾 那你掛的時候就可以用風扇去幫它吹一吹 那個地方最好是空氣流通 假如不行就給它一把風扇 不用太過大風 總而言之吹到它就OK了 這一步是要令到它的表面更加容易去乾透 還有可以確保那個雞就不會熱 不過你掛過東西呢 比進你都是20度 OK的 比上風扇十幾度是非常之OK 非常之適合你風乾的 第二天回來的雞就會變成這樣 你可以見到那些皮就已經很乾了 拋一下它給你看 你可以見到沒有水分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不然我們炸的時候就彈到飛氣了 好了千萬不要在臨吃之前才炸 OK 稍後你會知道為什麼的 好了 我們燒熱鑊 然後加些油下去 這一隻牌子的油 有一個獅子這一隻 小丁是很不喜歡的 不過沒有用完就唯有加紋下去 最好用都是用刀子的那個 拋開蓋就可以套下去 非常之方便 油熱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放下去炸或是軟油 這隻雞比較大 沒辦法 要趁著半炸來做 那假如是鵪鶉就會好做很多 放下去之後就記得留意要是熱的 現在這個溫度是剛剛好 再熱一點就會好一點 如果你的雞是夠乾 你淋油是不會爆水出來的 浸雞的小分享就是應該先下雞胸 你下雞背的話會很容易弄 不過小弟就搞錯了 忘記了 我想要第三四次之後就會更加容易改良 沒問題的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弟做了幾次以來那個 那個秘訣 不要說秘訣 那個分享會在哪裏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那個鑊不夠大 哈哈 OK 我們搞定了之後 上了色其實馬上還沒熟 我們可以放到焗爐裏面 你不趕時間的 用個70度或75度去焗 油去吐都可以的 那你這個時候 那你趕時間可以升溫升到180度 可以快點煮熟 那目標溫度 好視乎你想吃些什麼質地 這隻雞 我的目標溫度 是雞腿內側75度就很好的了 好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上桌給人看下先 你可以見到皮相差一點 沒錯 我們最後要再淋多一次油 假如大家要準備宴客 即是要早點準備 你做到這一步停下來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 做一束花 給人看下那個外貌 拍下相 裝完B之後 我們就直接拿去炸 拿去拆的了 那你這束花就有綠 有紫 那假如大家有其他顏色的花 歡迎 任何你喜歡的花都塞在那個洞裡 你喜歡插一些菊花都可以的 OK 這個時候就拍照 拍完照 我們就繼續開波 有這時間的關係 小弟已經把剛才的雞炸了一次 步驟跟剛才一樣 總之把皮上多一次色 軟又軟軟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去頭 去翼 去胸 去腿 這些就自己管了 小弟不是聰明 免得獻醜 總之 漂亮就可以了 不過有一點點味道足 就是雞胸那裏脫了一點皮 好了 先砌雞胸下去 然後放雞翼下去 雞翼忘記說 剛才我們炸之前 要將雞翼尖托回到垃圾裡 炸的時候會漂亮一點 然後雞腿擺在雞翼上面擺好一點 然後花花草草 裝飾 你自己喜歡 至於大家可能覺得 可不可以不做炸子雞 上完皮拿去烤都不行 可以的 不過就差一點 不過就方便很多 你自己想吧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的 好了 我們裝完色之後 就放少許粗鹽下去 就都是裝飾用的 不是說要很鹹 死鹹而已 少許檸檬皮 刨完之後彈回去 到最後我們今集的自家製 fine dining 就已經去到尾聲 這隻雞上碟 吃得了 這個雞的竅門就是我們要brine得夠久 夠久 你炸出來的雞胸都會是非常滑的 當然你不要焗到它過濃 時間許可的話 記得要低溫慢焗 到最後 炸多一次就OK的了 好了 多謝大家收看 今集這個做法是非常忙碌 亦都是不是每個人會肯做的一個做法 喜歡的 給個like 分享給朋友 訂閱頻道 追蹤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